臺灣抗議成效卓著受到國際矚目 法國參議院特別邀請我國駐法國代表吳志忠 出席調查委員會聽證會 分享臺灣防疫經驗 這是我國駐外使節首次出席 駐在國國會調查委員會聽證 別具歷史意義 參議院從來沒有正式邀請過 臺灣的代表或臺灣的大使 來去參加公聽會 所以我們從這邊可以看到 法國跟臺灣的關係正在明顯的改善當中 吳志忠在公聽會上 簡潔濃縮分享臺灣防疫策略 包括2003年臺灣對抗SARS的經驗 這次疫情發生時 迅速向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立即警告 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高效率透明度 以及政府提高口罩產能 佩戴口罩措施的面向 法國在台協會主任公孫夢也同時強調 臺灣超前部署 人民和政府間的互信 是防疫最重要的兩大元素 經驗可以分享因為國跟國之間的模式是不能互相複製的 但是怎麼樣防疫因為病菌是沒有國界的可以怎麼樣從中間學到經驗 我覺得這不只是台法之間的共同利益 而且是整個人類整個人類的一個利益所在 曾參與臺灣加入世衛聯署的法國參議員德侯徐指出 臺灣防疫表現優異 法國應該以臺灣為學習榜樣 德侯徐也再次重申 全球疫情關乎衛生 國際應該要超越旗艦差異 讓臺灣參與世衛